女子急急忙忙跑到銀行內 開口就說要匯錢給男朋友 你知道匯多少錢 你要匯多少錢 我看到你這個應該是匯錢 那就不要 好不容易即時攔截櫃檯另一邊 竟然也發生類似狀況 台灣的帳號 對啊 遠景看了他們的手機 跟男朋友的對話紀錄後 馬上察覺這就是典型的 網路交友詐騙 勸得老半天他們才相信 因為這個我們真的遇到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來就是 其實我們就是要來幫助你而已 兩名女子彼此都不認識 25號早上卻碰巧 一起來到桃園南侃這間銀行 神色慌張 家鄉都要匯出大筆款項 銀行行員驚覺有意馬上報警 雖然是不同案件 但詐騙集團手法相似 其中一名張姓女子在網路上認識 自稱是意大利工程師的男子 長期在海上工作 但船體故障急需52萬元更換零件 希望女子可以幫幫忙 這樣就可以盡早完工 來台灣找她 都是用田園蜜語攻破被害人心房 再用各種理由要求匯款 幸好警方即時到場阻止 才知道這全都是一場騙局 疫情期間大家都待在家 不只網戀 其他詐騙案似乎也變多了 曾經還有詐騙集團 假見異調名義騙取個資 165專線甚至半個月 就接獲130多件 賺錢不容易 遇到可疑狀況一定要提高警覺 別跟自己的荷包過不去